这是我看过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参赛选手为了争夺百万奖金 传闻这季有选手被熊吃了 导致节目一直被血藏 传闻究竟是真是假 老仆带你们一探究竟 老规矩 还是没有剧本 没有摄像师 十位参赛选手只能携带限定的事件工具 他们将被送到太平洋东岸的温哥华岛 谁能生存到最后 就能拿到300万奖金 在这里他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环境 还要时刻提防美洲狮 狼群和黑熊 参赛者乔石可以说既幸运又倒霉 幸运的是怀孕的妻子 温柔漂亮 两岁多的儿子 活泼可爱 乔石之所以会参加荒野独居 就是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倒霉的是他抽到的地点十分危险 很快就会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 荒野求生最重要的四大要素 庇护所 火 水源 食物 乔石决定先搭建临时庇护所 拿出散城基在两棵大树之间 然后在上面铺一块防雨布 临时庇护所就算搞定了 接着乔石拿出一节松树枝 表面分泌了一层易燃的松枝 四要素之一火的原料轻松到手 乔石把这些松枝全都刮下来 然后拿出打火时开始生活 奈何这里的湿度太高了 忙活了半天最终选择放弃 他得去附近找点水源和食物 一路上除了荒凉和潮湿 总感觉周围有动物的声音 据说温哥华岛除了大量黑熊 美洲湿的攻击次数是美洲之最 走着走着就发现了新鲜的熊变 接着是随处可见的动物残骸 复兴数十步 豁然开朗 原来他在自投熊窝 乔石的菊花不由得一紧 庇护所居然搭载了黑熊领地 心想这么多食物残渣肯定吃饱了 结果话音刚落 树上就传来动静 好家伙 这货居然一直在头顶 熊家三口可能是确实没胃口 所以暂时不会对乔石痛下沙嘴 但不排除熊霸会教儿子如何狩猎 想到这里 乔石没有一丝有余 当即决定迅速离开这里 参赛者乔和乔石非常类似 家中也有漂亮的媳妇和女儿 参赛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钱 岛上的年平均降雨量高达30多公分 想找到理想的扎营地点并非易事 在满是积水的树丛中穿梭许久 营地没找到 衣服却早已湿透 好再经过他不懈的努力 找到了黑熊开辟出来的寿井 寿井边上有一处区域非常病态 于是他决定 就地搭建临时庇护所 运气好的话还能和熊打见个面 放下背包拿出防水布和伞绳 然后把伞绳系在两棵树之间 在监视了这地方的降雨量后 他对庇护所有了更高要求 仅仅坡屋顶还是太简陋 乔八两块防水布缝在一起 搭成坡度更加也更结实的屋顶 本因为这样做晚上会暖和很多 结果到了晚上却是饥寒交迫 再加上没有火源的庇护 可谓是地狱级别开局 乔石这边比他还要惨 他以为离开熊窝就安全了 结果岸边也都是他们的脚印 看来今晚注定要和熊共处了 看看地上还未吃完的鱼头 再看看身后茂密的森林 乔石是真不想回他的营地 周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都得咳嗽几声壮壮胆 时间来到晚上十点 该来的始终没能躲掉 帐篷下的乔石手持长幅 帐篷外的两只灯泡熊事单单 乔石在一步之隔的帐篷里 甚至能听到他的呼吸声 他双手紧握长幅 做好了血拼熊大的准备 生死攸关之际 乔石来了句 这句话果然有震慑力 熊家弟兄听到后扭头就跑 乔石本以为成功脱离了危险 结果熊家两兄弟很快就想通了 这种情况换谁受得了啊 乔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他只想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但绝不是以生命为代价 现在任何人的评论都不重要 乔石只想安全 安全 再安全 救援队得知消息后迅速赶来 没有过多的解释和理由 就是不想为了钱丢掉性命 离开时熊大还送了他一程 仰看到手的口粮就这样没了 熊大忍不住留下了后悔的口水 开局就出现这种刺激场面 让我越来越相信传闻了 别人开局都是想着如何生存 山姆除了对着监控摄像机臭眉 还和岛上的邻居烙起了家常 狼群听完别提多高兴了 不得不说 山姆的胆子确实硬 就是不知道生存能力如何 画面来到选手克里斯这边 在岛上睡的第一夜并不安稳 这里的黑熊和美洲狮太多了 再加上昨天到现在滴水未尽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砍柴烧水 这个要求看起来没什么难度 却暗藏着未知风险和杀机 比如这个不起眼的树枝 斧头稍微偏那么一点 别说赢下300万奖金了 能不能等到救援都是问题 克里斯认为 在野外如果有火 生存下去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单凭自己身上储存的能量 最起码能扛90天以上 生活用的材料收集完成后 克里斯把这些原木劈成小块 考虑到岛上的一切都很潮湿 他还特意削了一些薄木片 按理说这些木屑很易燃 结果打火时都快磨穿了 也没能把火升起来 画面来到卢卡斯这边 他这个投放地点还算不错 光木丛虽然同样是潮湿密集 但很容易就找到了带水资源 接下来只需选好扎营地点 就可以专心寻找食物了 天色越来越晚 每周湿到了出洞的时候 他们通常在夜间从背后袭击人 这对参赛者来说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参赛前卢卡斯应该是做了功课 戴了一下后面戴眼的帽子 他认为如果有美洲师袭击他 也许会被这恶狠狠的眼神吓退 要说本季最大的挑战难度 除了大型动物比较危险 取火成了当前最大的难题 今天已经是挑战的第二天了 还没有看到一个学手生火成功 米奇本想找点干燥的生火材料 结果找了半天 柴火没找到 海螺倒是收获了一大把 这绝对是目前最豪华的晚餐 前提是他得生火成功才能蒙认 真正狼嚎声叫得他心里发毛 防身的武器只有一把小刀 真要是被狼群盯上了 这把小刀根本起不到作用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柴火上 米奇熟练地把树枝削成爆花木棍 内部干燥的木头就会暴露出来 不仅比普通火熔更容易点燃 外观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看得出米奇在这方面经验十足 他自认为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活 以前带着妻子和女儿在野外 这点小事根本不值一提 为了两个他最爱的人 米奇也想为50万美元泼上一泼 可这个岛上的东西太潮了 好在米奇经验够丰富 在多次尝试之后 他终于成功把火升起来 这也是所有血手中的第一把火 对着小火苗 米奇的心情瞬间明媚很多 他食道的小海螺 也顺利地变成海鲜烧烤 就在米奇认为可以睡个好觉时 一阵阵狼嚎打断了他的岁月经号 克里斯这边由于没能成功升火 黑灯瞎火中只能听见嘶吼声 附近明明有动物却看不到 这感觉简直不要太刺激 克里斯在营地转了一拳 本以为学士主权很成功 结果刚躺下准备入睡 外面就传来了狼群的问候 听声音他们距离自己也就几米 克里斯从小就对犬科动物怀有恐惧 想到狼群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来 克里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百万奖金的诱惑虽然很大 但他更不想丢掉性命 克里斯思来想去 还是拨打了救援电话 直到救援队的人抵达之后 克里斯总算觉得有了些底气 讲起昨晚的经历 他还心有余悸 没办法 野外生存充满了风险 换谁都不可能为了这点钱 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下去 克里斯走后场上还剩下八人 百万生存挑战来到了第三天 乔这边不仅没有搞定火源 就连一口干净的水都没喝上 今天他打算去小溪边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一些干柴生活 顺便找点食物补充体力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刚到溪边就有了重大发现 好家伙 这大块头肯定能吃饱 乔帅先向黑熊发起了挑衅 黑熊听完 当时就蒙圈了 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种猎物 得悄悄绕后 给他来个突然袭击 乔也是第一次离黑熊这么近 心里虽然已经是兵荒马乱 但表面一定要强装镇定 直到黑熊开始嗅探他的气味 乔不敢再嘚瑟 赶紧扭头开溜 今晚说啥也得把火升起来 要不然就真带不下去了 后面来到米奇这边 昨晚他也被狼群问候了 当时狼群离他不到十米远 米奇躲在帐篷里紧握匕手 他说只要狼群赶进来 就立即打开头灯 镇住他 然后拿匕首刺穿他的头颅 可能是他气场太过强大 狼群最终没敢闯入 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困扰 现在他更担心淡水获取问题 这两天一直靠喝雨水度日 显然不是长久之际 极端情况下 人体缺水三天就会死亡 他得尽快找一处水源才行 本因为爬到山顶会有所收获 结果找了半天 毛都没发现 他决定到山的另一侧放不运气 如果还找不到 就只能搬家了 你们都说前期的镜头越少 越有可能是大佬 那接下来这两位绝对有显示 开局到现在达斯丁基本没出镜 他的理由是正在适应新的环境 维恩这边同样没什么存在感 原因是他还适应不了镜头 实在是没东西可展示 那就去水里捞个福球吧 到时候把他打扮成威尔逊 也能缓解荒野独居中的孤独 餐菜前维恩特别喜欢原始生活 密室里摆满了各种生存工具 徒手打造出的石斧和石刀 不仅实用 而且还很美观 生存能力这块也非常自信 这两天虽然没有拍什么视频 但他的临时庇护所已经建好了 今天的生活计划只要能成功 就能喝上纯净的白开水了 看他准备的火融合柴火 显然是下了功夫 有备而来 打火时蒙了没几下就升起了火 不远处就是取之不竭的淡水水源 生存四药素现在已经基本搞定 接下来就可以安心寻找石物 找地方搭建永久庇护所了 后面来到山姆这边 他的水源问题也没有解决 决定在一棵斧木上挖个水槽 然后把防水布铺上去收集雨水 先满足短期内的用水需求 后面再寻找固定水源 相比之下布兰特就舒服多了 他找到了一条干净的小溪 水中虽然有股烂树叶味 但经过苔藓的层层过滤后 不仅去除了水里的各种虫子 喝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 米西这边为了寻找淡水水源 已经在岛上找了八个小时 好不容易来到了山脚下 结果这地方却是一挖海水 就在他即将失去耐心和希望时 对面山剑中传来了哗哗流水声 可想要从这里游过去不现实 所以他决定制作一艘小船 想看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还得是这种没剧本 没摄像师 没道具 更没有后勤车的节目 选手不仅要具备强大生存能力 还得经过摄影师特逊方能参赛 为了生存到最后拿下百万奖金 卢卡斯的庇护所建得非常结实 毕竟这个岛上的野兽太多了 为了敢在天黑前把床做出来 他只能先关掉摄像机专心干活 参赛前卢卡斯动员家人和朋友 从四十多种工具中挑选了实践 防野兽的帽子 砍刀 一硬就全 相信他应该不会像其他选手 开局就被狼群和黑熊送走 艾伦这边正在到处寻找食物 看到树干上的鼻涕虫激动坏了 那感觉就像是捡了一坨金戈的 这家伙的学名叫香蕉鼻涕虫 是世界第二大陆七鼻涕虫 对于正常人来说虽然很恶心 但是他能提供的蛋白质非常多 先把它放在铁盘里煮上一遍 然后把表面的脏东西刮掉 接着用刀将其切成小块 再扔进铁盘里煮一段时间 就变成了荒野求生中的美食 吃上一口果然没让他失望 和铁盘鱿鱼味道差不多 那感觉怎么形容呢 毫不客气的讲 就是有多少吃多少 后面来到米奇这边 这家伙为了获取带水资源 打算造个小船迁徙到河对面 短时间内用木头打造不太现实 唯一可施行的方案是利用防水布 这样做虽然会失去带水收集器 但为了长远发展 它必须冒险 从林子里收集大两只叶后 把它们全部包裹在防水布里 然后把防水布打成一个大包裹 一艘解一小船就算做了出来 至于能不能把它带到对岸 就看接下来的试航结果了 为了防止落水后衣服被打湿 米奇脱光后 小夕一骑了上去 想不到小船的稳定性非常好 时间不长就来到了河对岸 米奇顺着水流声音找去 果然看到了源源不断的带水 生存下去的细心总算多了几分 乔在营地附近遇到黑熊后 生活对他来说显得更加迫切 奈何他这个营地处于沼泽区 随便找个木头都能掐出水 所以他决定立即打包行李 前往对岸寻找新的落脚地点 不论是出于生活还是避险 这个决策显然是最正确的 万一黑熊夜袭他的老窝 下场指定和其他选手一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察和对比 乔终于找到了理想中的营地 这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附近可以找到干燥的柴火 掌潮时还有很多海带和贝壳 在配上不远处源源不断的带水 食物和水源问题全都解决了 这简直就是他梦中的地方 乔的信息瞬间暴增百倍 生存四要素只差一项生活 乔一刻也没耽误 赶紧消木线 时间不长就生起希望之火 至此生存挑战正式不如正规 米奇这边不是也换了用地吗 骑着小船来回跑了七八次 才把所有装备搬到这边 下身早已被冰水浸透 颤抖的双腿加上冻僵的脚趾 时刻在提醒他需要生活取暖 米奇学好营地砍了几棵小树 然后用散绳绑住一个三脚架 接着把防水布围在上面 最后流出一扇门 打眼一手还挺像蒙古包 保暖的同时还艰苦通风 然而庇护所刚进攻 一场暴风雨就来临了 为了避免庇护所太潮湿 米奇决定再搭一层防水布 经过拉线捆绑一系列操作后 营地终于成了理想中的模样 晚上十点水也烧开了 一晚新鲜白开水下毒后 米奇的挑战也正式不如正规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四天 昨天好不容易逆袭的桥 今天就遇到了大麻烦 他说他的打火石找不到了 生活的地方和海滩找了很久 结论是可能已经被海水捐走 桥的心情瞬间跌落到谷底 那可是生存中最重要的工具 接下来如果不能一直保存活种 他将喝不上开水 吃不上熟食 更没有下退野兽的力气 不知道桥还能否坚持下去 别人还在为食物发愁时 艾伦已经吃上了巨型鼻涕虫 不过单吃这东西是拿不到奖金的 只有荤素搭配才能生存下去 今天是艾伦参赛的第四天 他已经开始习惯岛上的节奏 每天早上都会到海边拽上一圈 这地方就像免费的海鲜自主餐厅 海藻最嫩的部位当作餐前甜点 鲜脆双口且没有科技与狠活 聚早专调脂肥液大的部位 撕下一块放进嘴里咀嚼 口感棉滑且富有嚼劲 提供的热量虽然非常低 但是他能补充维生素ABCD 而且这家伙每天能长两米多 堪称世界上长得最快的植物 吃完聚早还有最后一道菜 这玩意儿的味道一言难尽 即使他这种不挑食的吃货 也会不由自主想调点野味吃 卢卡斯的策略和艾伦不太一样 挑战前期他更注重搭建庇护所 他的目标是建一栋坚固的木屋 原因是四面有墙壁护更安全 就算黑熊和美洲狮来了 也有足够的时间拿武器防守 昨天他在附近发现了一些粘土 这可是荒野求生中的稀缺资源 于是他决定用粘土造个壁炉 到时候不仅睡觉睡得安稳 睡醒后就可以烤火烹饪美食 入冬前只要储备足够多的食物 就可以躲在大别树里苟下去 对着大树一顿疯狂输出后 却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 卢卡斯用粘土做了下实验 结果发现粘土质量根本不行 简单的小物件都无法烧制 更别提造一个大壁炉了 看着砍下来的一棵棵大树 发现今天的体力算是浪费了 卢卡斯的心顿时凉了一半 后面来到维恩这边 他认为岛上最大的威胁是野兽 这几天虽然没有遇见熊和美洲狮 但他无时无刻不再担惊受怕 今天在海边捡到了一只海鸟 本因为是老天赏赐给他的食物 结果却发现这鸟早已经隐恨西北 身上没有血迹 应该是病适的 体内指定全是寄生虫和病菌 无奈只能给他安排一场水葬 不是因为铜琴海鸟死不葬身之地 而是为了防止肉胃引来不速之客 前两天搭架的临时帐篷很糟糕 潮水随时都能把他给吞没了 无奈他只好重新寻找营地 在棍木丛里赚了一大圈 实在不愿多浪费体力的他 决定用一棵倒下的大树做定量 周围虽然有熊触摸的痕迹 但维恩为了图省事 抱着侥幸洗礼就地扎营了 没有框架结构 也不是砖魂 只是从附近砍了几十根树枝 把他们拼接起来铺上垫子 离地单人床就坐了出来 最后把防水布往上面一搭 维恩自信满满地表示 镜头来到山姆这边 这货终于开始干正事了 他的庇护所初看还挺有讲究 将砍了地缘木马放在地面上 最起码有了一个基础框架 只是两边的支架和横梁 属实有点业余了 看上去虽说是A型结构 却没有稳固的三角形支架 防水布往上面一搭 怂怂夸夸 感觉一阵大风洞地给他吹倒 可能山姆也意识到了这点 又加了一层防水布佩中 乔昨天不是换了新影帝吗 就在他以为走上人生巅峰时 却不小心把打火石搞丢了 人生立刻从波峰跌到谷底 明明是潜在的百万奖金得主 却有可能连开水都喝不上 更别说取暖 取肝饮兽了 即使他有一万个不甘心 也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 岛上的一切太过潮湿了 钻木取火基本看不到希望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保存火种 我想应该是风险太大了吧 毕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 总而言之 岛上确实很危险 不管是被黑熊吓跑的 还是真把打火石弄丢了 游泳期待四天就很厉害了 维恩吓得赶紧往帐篷里钻 他以为吼两声 熊大就会离开 却没想到这头熊实在太饿了 说啥也不能错过这顿美食 维恩面前有一把长冰斧 奈何他根本不敢去拿 此时熊大嗅着肉味赶了过来 维恩在帐篷里听着阵阵嘶吼声 以及树枝不断被踩断的声音 他是真不想要这笔奖金了 毫不犹豫按下了救援按钮 只希望这一切还不算太晚 正当他瞧手已判救援小组时 好家伙 黑熊还没把他送走 节目组差点把他给吓死 救援队还算有良心 一分钟也没敢耽搁 立刻向维恩的方位出发 由于地势和路线有所限制 船和飞机都无法进入丛林里 救援队只能开车一路及时 尽管如此也要三个小时路程 只能祈祷黑熊不要太心急 黑熊显然不是这样想的 他正在帐篷边上疯狂试探 维恩此时就像老鼠遇到了猫 只能躲在帐篷下瑟瑟发抖 在黑熊的步步紧逼之下 维恩脸上充满了无力感 相比之下艾伦这边就舒服多了 白天去海边吃聚枣子主餐 晚上还能高点冒贝做海鲜烧烤 但考虑到挑战不是十天半月的事 他准备找个资源更丰富的区域 到时候可以下次往布置陷阱 拿下冠军就指日可待了 只是夜深人静时的孤独感 属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山姆这边可以说一直心宽提盘 早早就进入梦想和媳妇会合去了 达斯丁这边是丝毫没有存在感 开局到现在什么镜头都没拍 不是对着夕阳感叹大自然 就是窝在帐篷下思考人生意义 来的时候说非要赢下百万奖金 现在却一个劲的说想念媳妇和狗 时间很快来到了凌晨12点多 救援队仍在努力寻找维恩的位置 维恩为了证明他还活着 一直在讲话 他手里虽然有防狼喷雾和信号弹 但这时候基本起不到太大作用 只能通过不停说话缓解紧张 凌晨2点多的时候 救援队总算来到了附近 装备好武器迅速进入丛林寻找 他们已经和维恩失联了半个小时 心情和维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选手获胜才给50万美金 维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点钱可不够赔的 通过一路追踪定位装置 救援队终于来到了维恩附近 他们便大声呼喊便释放信号灯 维恩看到灯光终于松了口气 赶紧点燃信号弹指引位置 面对镜头虽然有些惭愧 但总比贝熊当做晚餐吃掉好 能安全回家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在救援队的声波护航中 维恩在遗憾中离开了小岛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五天 场上只剩下六名参赛选手 天还没亮卢卡斯就被惊醒了 听着远处传来的雷声和闪电 看来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节目组配的防水布效果很差 短时间降雨还能勉强凑合下 时间长的话肯定会漏水 他得想办法完善一下 受暴风雨的影响 选手们都被困在了营地 闲下来他们就会胡思乱想 这种孤独感是非常致命的 山姆之号磨刀打发时间 艾伦这边也有点抑郁 一直积极寻求生存的他 现在也开始思考挑战的意义 虽然也很想念家中的媳妇 但凭借以往的经验来看 我还是非常看好他的 米奇不是换了新影帝吗 以为这里的资源非常丰富 结果在岛上找了半天毛都没有 不过他在筛树上发现了树枝 这东西可以当做万用良药 对伤口愈合有很大帮助 达斯丁每天都在期待退潮 这样就可以捡点东西吃 比如这种随处可见的巨藻 白断一截削皮后咬上一口 就像芹菜一样清脆双口 加上本身自带的咸味 绝对能让达斯丁吃到饱 不过这玩意儿吃多了会脱水 海浪除了能带来大量巨藻 还会留下很多上等木材 带回去不仅可以建房 还省去了四处砍柴的活 正当他为此感到清醒时 好家伙 自拍风险就是大 要不是胳膊在下面垫了下 很可能就被这根圆木爆头了 为了复仇 他决定把圆木拖回去 牵到旺角后给庇护所添砖加瓦 参赛前为了说服妻子 他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不能在妻子面前丢脸 方面来到米奇这边 今天是他挨饿的第五天 身体本就急需补充能量 还得带着50斤的摄影器材 爬上爬下寻找捕鱼的地方 来到河边 米奇观察了下 发现树上的老鹰正在打宝格 再加上地上还有没吃完的鱼头 米奇断定这条河肯定有鲑鱼 于是他不再吃鱼 管起哭腿就去下网了 刺网两端分别用木棍固定 中间再放点鱼饵和石头配种 接下来能否吃上海鲜大餐 就交给时间和运气了 布兰特这两天有点崩溃 原因不是黑熊打探的主意 而是森林中太过压抑和潮湿 涨潮湿这片沙滩将全部被淹没 海水距离森林只有一两米远 自己只能被逼回到丛林中 它们能长满整个梳妆 每天都窝在这种环境中 肉体和精神遭受着双重折磨 参赛前自己虽然是名退役决人 有着无数次训练和作战经验 但在这里仅仅生存了五天 肉体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布兰特反思了一下 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脱水 刚退潮湿小溪里掺杂着海水 每次喝水都要等一段时间 才敢去远处打一些回来 奇怪的是明知道水不安全 布兰特却没想过烧开后再喝 他认为泥炭险中还有点 能起到净化水的作用 但从他的喘息中能听出来 他身体应该已经出现了问题 米奇这边明显比他紧身许多 喝水只喝烧开后的才放心 但由于这地方太过潮湿 每次生火都要费很大劲 于是他想了一套解决方案 米奇用小刀刮下一些柏树皮 然后将这些碎屑放进小铁盒里 接着把铁盒放到火堆上加热 当里面冒出白烟石取出来 碎木屑就彻底被碳化了 米奇取出一点试了下效果 轻轻松松就把火升了起来 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明 血手间还是有差距的 布兰特这边果然出问题了 睡梦中的他被一阵疼痛惊醒 感觉五脏六腑都在拉扯胃部 眼前总是出现奇怪的亮光 伴着摇摆不停的竖条 让他觉得一切是那么诡异 布兰特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幻觉 回想这几天吃过的所有东西 觉得问题应该出在水泉上 在痛苦中度过一夜后 布兰特不饿不渴却全身浮重 他怀疑喝的水很可能不是淡水 决定到每天取水的地方看看 沿着河流一路寻根蜜圆 这才发现他喝的水 一部分是来自于海水 而且还散发着浓浓臭味 岸边躺着一条发臭的死鱼 仿佛在提示他水源早已被污染 想想这些天一直在不停地蹲蹲蹲 布兰特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种情况可不是闹着玩的 想到这里顿时一阵反胃 艾伦自制力跟日力棍 每生存一天就会磕上一刀 这段时间一直吃聚藻有点腻 今天他打算换一种新吃法 把聚藻卷成卷饼的形状 卢卡斯今天的运气也不错 在林子里发现了很多鸡油菌 他可是荒野求生中的最佳配菜 这时候要是飞过来一只松鸡 就能吃上小鸡炖蘑菇了 布兰特不是喝了几天污水吗 脱水加上幻觉证明他已经中毒 军人的钢铁抑制已经被彻底击溃 再三四辆之后联系了救援人员 50万美金对他来说虽然很香 但并不值得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身体的不是让他吐了一次又一次 救援队赶到后布兰特大到苦水 可能是这地方的难度确实大 也可能是参赛选手还不够专业 但正所谓物竞天择逝者生存 相信留下的应该都是精英 布兰特离开后场上只剩下五名选手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六天 山姆这边正在为生火发愁 本就潮湿的环境加雨水泛滥 想高点干柴生火都是一种奢侈 参赛前这里刚发生过每周吃伤人事件 山姆心里越想越害怕 希望火堆能起到一定作用吧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晚上 米奇的肚子向他发出抗议 刺王已经经历了几轮涨退潮 是时候查看刺王有没有收获了 第一眼看到海藻石虽然有点失望 但往前走上几步 惊喜就来了 可就在米奇得意忘形之时 父亲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就像是某种动物从泥里拔出了爪子 米奇毫不犹豫立即拔出刺王 拖着网就往营地的方向跑 也顾不上刺王会不会挂烂了 美洲狮和黑熊随时都可能出现 他可不想有命赚钱没命花 拖着鲑鱼跑回营地后 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生活 然后开始展示这条巨型银鲑鱼 这可是开局以来最大的成就 至少能让米奇吃上好几天 跑力到周围乌起马黑的 只能采用烧烤的烹饪方式 将处理好的鱼肉绑在棍子上 然后用小树枝把身体撑开 就会像风帆一样树立在火边 相信很快就能吃上烤鱼了 夜幕降临 动物也都活跃起来 达斯丁听到树枝被裁断的声音后 表面看似镇定 实在内心慌的一批 他说他并不怕黑熊和美洲狮 与其和岛上的动物们抗衡 他更想适应这里的一切 找到内心的平静 相比于达斯丁的惊心动魄 艾伦已经适应了岛上的节奏 也摸清了动物们的作息规律 最初的新鲜感逐渐被单调替代 留给他的只剩下孤独和生存 方面回到米奇这边 他的鱼肉已经烤得外焦里嫩 对着大自然一顿祈祷和感恩后 后不及待享用起了烤鱼大餐 吃上一口 味道简直难以置信 给他感动的 眼泪差点流出来 可能是烤鱼的香味实在太有人 从林里的邻居也被吸引过来 好在头灯照射后美洲狮跑了 但不排除他会杀个回马枪 那家伙看起来将近70公斤重 一旦找到机会就会一击毙命 米奇准备好信号弹和匕首 战战兢兢钻进了水袋 不料刚睡下没多久 美洲狮果然杀回来了 米奇虽然一直处于警戒状态 但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 最终米奇也想开了 该死求朝上 不死万万年 索性拉上睡袋好好睡觉算了 很幸运 次日一早米奇还健在 想到昨晚美洲狮离自己那么近 今天说啥也得把庇护所加固下 毕竟美洲狮那玩意儿太叫真 看上的猎物绝不轻易放过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七天 达斯丁一边砍柴一边感慨 看着海塔悠然自得地吃东西 自己的心肝脾胃别提多难受了 他得去岸边看一下有没有吃的 潮水通常会送来一批宝贝 比如这根上等木料 据说是从投资170亿美元的采发 工程作业区重过来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带弓箭 动不动就对着海塔偷拍 这要是换成网纪选手 海塔怕是早就变成烧烤了 找了半天总算收获一个宝贝 这块货板要是利用好的话 应该可以做出很多东西 镜头来到卢卡斯这边 他在附近发现了一座小岛 认为那里肯定有丰富的资源 所以他决定造船过去开发开发 但在这之前 他得先储备点木材 不是为了造船 而是要变天了 岛上的气候时常变幻多端 动不动就是狂风暴雨 所以选手们发现情况不妙 一般都会提前储备一些干柴 因为你不知道这场雨会下多久 可能一场暴风雨就能把选手送走 这里的风速可达160公里每小时 看着山姆那栋摇摇欲坠的刮棚 我是真担心连人带棚飞走了 山姆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 赶紧给刮棚穿上了雨衣 达斯丁这边比较省事 根本不需要到处寻找干柴 附近被吹断的大树都用不完 可缺点是无法决定树的导向 运气爆棚的话说不定能爆头 看看身边为数不多的干柴 达斯丁心里越来越没底 毕竟这只是苦难的开始 后面的日子会越来越则高 晚上 暴风雨进入了高潮期 卢卡斯听着大树倒下的声音 只能祈祷庇护所不会倒塌 山姆这边也同样很忐忑 白天虽然家过了下庇护所 但毕竟是木棍和绳子搭建的 暴风雨过后果然不出所料 节目组的小船来接人了 幸运的是这次人没事 达斯丁只是心态崩溃了 他没想到环境会如此恶劣 也没想到资源会如此贫瘠 更没想到孤独和饥饿会如此难忍 与其冒着生命危险争夺奖金 不如回家陪陪家人和媳妇 暴雨送走达斯丁的同时 也给选手带来了些许资源 山姆只是在海滩上溜了一圈 就收获了30多只海边蟹 个头虽小但顶不住量多 排除米奇吃的那条大狗鱼 这对水煮螃蟹也足够奢侈了 咬上一口 味蕾直接爆炸 好家伙 看来山姆是真的饿 几口下去泪水都流了出来 画面来到卢卡斯这边 他绝对是最有创造力的学手 荒野豪宅计划不是搁浅了吗 今天他又开启了造船大业 第一步是制作船头和船尾 然后用木材捆绑住船体框架 最后把防水布往上面一裹 就可以驾船征服海洋了 在这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船头和船尾就费了很大功夫 凭借有限的体力和一把小刀 卢卡斯终于把这颗小树劈开 可当他发现根本用不上时 挫败感瞬间把他击溃了 避开摄像头哭了十来分钟 这段时间的压抑才得以释放 想想家人的期待和巨额奖金 卢卡斯打起精神接着造船 有了船他可以出海钓鱼 有了船他可以寻找新营地 有了船或许能找到其他选手 造船虽然是他平生第一次 但凭借父亲教给他的技能 每一步都做得非常严谨 累了就回庇护所洗个澡 湿了就化身考古穿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船头船尾已经基本定型 接下来就可以打造船体了 过程虽然艰辛且浪费体力 但我很喜欢他这种选手 不像有些老六只会选择狗 卢卡斯起早贪黑奋战了五天 终于把基础框架做了出来 时间线也来到了第12天 即使龙王不停打喷嚏干扰 也阻挡不了卢卡斯造船的步伐 每个零部件的制作和安装 都是精雕细琢后的成果 这样才能保证船体足够结实 防止出现入水极化的场面 转眼时间来到了第14天 打好最后一个绳节 船体框架总算是完工了 接下来是关键的试航环节 考虑到落水后容易患上低温症 卢卡斯备好了干柴烈火和干衣服 节目组虽然给学手配了救生衣 但这个季节的水温只有4度 在冰水里浸泡超过15分钟 就可能会因室温而丧命 把小船扛到岸边之后 外面用防水布包裹岩石 小船摇摇晃晃向湖面驶去 卢卡斯的表情从忐忑不安 逐渐转换成了喜笑颜开 小船不仅没有漏水 稳定性还特别好 想到后面有吃不完的鱼 感觉冠军已经势在必得了 山姆自从吃过一次螃蟹大餐 就经常在海滩上转悠 可惜并不是每次都有收获 今天赚了半天只找到一根聚躁 非因为做成石板烧会好吃点 结果尝了尝 还不如生吃 情绪顿时就绷不住了 艾伦之前还能吃到鼻涕虫 如今也变成了靠天吃饭的猪 由于潮水只能带来早餐和晚餐 所以他决定狗在庇护所节约体力 实在无聊就表演表演诗词歌赋 别说嗓音和文化水平还挺高 艾伦前两天就下好了刺网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海鲜大餐 他决定在营地附近建个厨房 选址不能离庇护所太近 容易引来肉食动物 也不能太远 太远 吃完饭走到庇护所 补充的能量就消耗差不多了 最近几天艾伦明显察觉到 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他得趁现在还有体力 提前把基础设施全都建出来 挑战进行了15天下了13天余 厨房的大置框架刚搭建出来 龙王又憋不住开始放水了 艾伦不由得加快了速度 偷面用树枝覆盐延视后 又迅速延伸出了一节屋顶 接下来厨房就差食材了 卢卡斯的小船试航成功后 认为只在见海捕鱼是不够的 今天他打算尝试下深入探索 海上虽然充斥着各种风险 但有机会发现新的领域 那里可能有吃不完的鲑鱼 还有各式各样的贝垒和植物 可惜他小看水里的风险了 激流中的小船寸步难行 无奈只好迫降在一处海滩 幸运的是这片海滩盛产贝垒 不幸的是刚好遇到了涨潮 上岸后仅仅过了四分钟 潮水就已经上涨了15公分 卢卡斯赶紧把小船扛到远处 然后用船桨展开了挖宝行动 这里的贝垒资源果然丰富 奶油蛤蜊不仅又大又肥 挖起来也毫不费力 一会儿功夫就搞了十几斤 带回去至少够他吃上三天 结果走到半路又遇到了激流 水下的漩涡很可能把船先翻 没办法 只能再次提前上岸 这地方离营地还有三公里 卢卡斯只能徒步回家了 画面回到艾伦这边 前两天不是下了刺网吗 今天总算到了收网时刻 本以为新厨房能派上用场 结果来到跟前一看 毛都没有 无奈只能剪些冒贝和海藻 食材虽说上不了大台面 烹饪过程却十分高端 为了防止香味以来野兽 还特意把贝壳扔到了水里 米奇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在营地附近发现了好东西 里面还有很多未消化的浆果 寻着蛛丝马迹一路追踪后 很快就有了更大的发现 这些天竟然一直与熊为伴 看来自己的处境也不安全了 艾伦的刺网终于捉到了东西 极可难耐着他根本不顾及渔王 直接暴力撕扯取下了大肥蟹 开局到现在一直吃草中心 今天总算吃上了优质蛋白质 螃蟹被囚禁之后接着查看渔货 刺网上面还挂着一条大狗鱼 目测应该是本赛季最大的收获 省着吃至少一周不用饿肚子 照这种形式一直发展下去 拿下百万奖金应该不成问题 考虑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艾伦特意加了些海草和冒贝 刚建好的厨房总算投入食用了 为了衬托这顿荒野海鲜大餐 几天前就开始雕刻的木勺 今天也有了用武之地 一串海草搭配一勺鱼肉 那种满足感简直无法言语 厘护所厨房大餐都有了 唯一的遗憾是媳妇不在身边 要不然别说挑战荒野独居 挑战部落制造都没有难度 由于岛上常年阴雨连绵 米奇带的东西全都发霉了 今天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晴天 赶紧把衣服和鞋子晾晒下 上面的霉菌很容易治病 万一被这玩意儿给整退赛了 这些天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不知道这货什么时候捉了条鱼 就剩一块边角料了才给惊头 无奈只能加点蛤蜊和海草 算是凑出了海鲜大伦顿 山姆也是不怎么拍素材 莫名其妙就搞了一条大鱼 没有感慨也没有多余的操作 堆着鱼头就是一套碎星锤 之前还能看到干饭画面 现在鱼肉还没处理好 就没有下纹了 卢卡斯的伙食也不错 昨天出海挖了十几斤蛤蜊 现在是烧烤炖汤换着花样吃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17天 卢卡斯怎么都没有想到 蛋白质吃多了竟然拉肚子 喷了整整一碗 人都要脱水了 好在目前还没有出现呕吐 只是苦了身体某些部位 不仅被树枝拉得生疼 体内的热量还损失惨重 今天正好赶上龙王爷值班 可以明正眼瞬关闭摄像机了 这里的雨一下就停不下来 选手们只能苟在庇护所 躺一两天还能忍受下 到了第三天就受不了了 感觉庇护所已经不再是家 反而更想生前坟墓体验 大鱼一直下到第20天 选手们都在吐槽节目组 这地方一年能下200多天雨 搞不懂举办的是求生挑战 还是空腹游泳挑战 原本都在期待百万奖金 现在已经变成了期待晴天 卢卡斯实在是躺不下去了 冒着大雨也得找点事干 这种环境不停地摧残心理 即使他刻意让自己忙碌起来 也无法抑制情绪上的崩溃 山姆这边心态还挺好 他预测这雨至少下一周 已经做好了躺下去的准备 我猜他的底气之所以这么足 就是因为才搞了一条大雨 这场雨仿佛能让青蛙窒息 艾伦现在除了解决生理需求 其他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 虽说狗是一种生存策略 但是真的容易把人憋疯 他已经讲了好几天单口相声 从诗词歌赋到兴趣爱好 就差公布私生活了 生存挑战来到第22天 米奇本来是要查看刺网的 结果一道彩虹打断了他 终于拨开云雾见晴天 久违的阳光再次出现时 选手们仿佛肚结成功一般 卢卡斯身上都快长蘑菇了 赶紧脱掉衣服晒晒太阳 艾伦这边也毫不吝啬 干脆脱得一箭不射 目的不是为了晒太阳 而是拉肚子弄脏了身体 鱼过天晴 艾伦出水附容 开刹旗袍甚是拉眼睛 山姆这边除了晒身体 还把老坛睡袋晒了出来 阳光透过森林照射在身上 就像感受到了光的力量 好不容易等来了阳光 山姆决定制作几个派尤特 这种陷阱简单且捕获率极高 只需几个木棍和一截绳子即可 对付营地里的跳鼠非常奏效 唯一的难度就是架设石板 由于重量全都集中在连接点上 少有不慎石板就会砸到手指 这不 山姆仅仅设置了两个 手上就已经是遍体鳞伤 但愿再来时能有所收获吧 跳鼠内的肉虽然不够塞牙缝 但总比饿肚子吃海草香 这个季节能吃的植被早已枯萎 加上岛上的食肉动物比猎物还多 所以它们只能把目光放在海边 艾伦向往不是捉到了大雨吗 今天他又过来检查刺网了 结果刺网上面除了一堆海草 就只剩前两天扯螃蟹留下的洞 是时候拓展下食物获取途径了 之前在海胎上捡的矿泉水平 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把拼口切掉 反过来塞进去 平身自带的纹路刚好可以掐紧 一个漏斗捕鱼陷阱就做好了 指望它捉大鱼肯定不现实 但如果能捉到很多小鱼 不仅可以炖汤 还可以作饵 到时候再做一个更大的也不迟 将捕鱼器全部固定在潮水区 明天应该就能看到效果了 生存挑战来到第24天 米奇这边也到了收网时刻 不知道该说它幸运还是倒霉 鱼捉到了是不假 但吃不到嘴里 还没解剖就已经闻到了臭味 皮肉明显出现了腐烂几项 米奇的心态瞬间爆炸 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 明明饿得要命却不看鱼网 它可是最重要的食物获取途径 接下来看看山姆的收获咋样 昨天设置了两个部署陷阱 第一个原封未动 第二个虽然被触发了 但掀起失败一看 毛都没有 幼儿被吃掉说明确实有猎物 抓到它只是时间和运气问题 从它还原装置的情况来看 这种陷阱确实非常灵敏 石板都快把他的手砸废了 也没有找到最佳支撑点 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 沙姆的心态也崩了 画面来到卢卡斯这边 这货终于舍得出海钓鱼了 前两天在海滩上捡了个浮标 他打算用这东西做一套夜绳钓 这种装置一百年前人类就在使用 主要钓补油素较快的大型鱼类 用一根绳子将浮漂串联起来 然后在绳子上绑几个鱼钩 就可以抛钩坐等上鱼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卢卡斯早早搬出他的小船 后不及待地朝钓绳滑了过来 此时钓绳已经飘到了深水区 阿里说是有机会钓到大鱼的 可当他把钓绳全部拉出后 而料上连个咬痕都没有 卢卡斯的自信心备受打击 费了那么多体力和精力造船 到现在为止就挖了十几斤蛤蜊 夕阳下卢卡斯越想越生气 气着气着就成了痛呼流体 艾伦昨天设置的捕鱼陷阱 今天也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想不到效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第一个瓶子就收获了几十条 个头虽然小但顶不住亮度 接着是第二个收获满满 第三个第四个同样是大丰收 加点海草足够艾伦饱餐一顿了 他心想这玩意竟然这么好用 为啥不做一个大的试试呢 这种补鱼器制作成本非常低 树枝藤腕或者竹子都可以编制 艾伦将收集的树枝剔除干净 先把开口处的箍子绑出来 简单比划了下确实挺大 然后是围绕开口绑扎龙骨 接着在龙骨间加装圆环支撑 整体结构就会变得十分稳固 最后用树枝藤腕编织细密 捕鱼器就做得差不多了 但想要陷阱正式投入使用 还是需要大量树枝和时间的 后面这几天艾伦除了寻找食物 其他时间都用在了捕鱼器上 转眼时间来到了第三十天 捕鱼器的缝隙终于被填充延世 再做一个漏斗形罩子塞进去 大型捕鱼神器就算搞定了 艾伦信心满满把他扛到了岸边 不敢奢求他像瓶子一样高产 一天搞一条就心满意足了 前面刚吐槽过米奇 想不到这么快就出事了 之前他是不怎么看刺网 现在想看却看不到了 不知道是被水流冲走的 还是被美洲时黑熊顺走的 反正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断了 米奇沿着海岸线找了很久 垂头丧气的回到了营地 岛上的气温越来越低 所有东西都结了一层霜 选手对热量需求越来越大 能获取到的食物却越来越少 沙姆的陷阱不是炸糊就是空军 这回他是彻底和老鼠杠上了 宁愿狗在庇护所忍饥挨饿 也不愿想办法寻找食物 前两天在深水区放的排钩 又到了检查收获的时刻 卢卡斯看到浮飘少了一个 心想这次肯定有东西要勾了 收线时他的菊花猛然一紧 绝对是条大货 没跑了 花鸡鱼当时就被吓尿了 从没想过鱼生会如此受宠 往小了说他是求生中的曙光 往大了说他能造就一个百万富翁 鱼还没接熟手指就被锁干净了 没办法吃了一个月海草冒贝 这么香的肉换谁也受不了啊 明天必须再去下一套排钩 艾伦昨天不是下了地龙吗 是时候查看里面有没有鱼了 结果满心期待换来了一搂空气 实测了这玩意儿还不如塑料瓶 艾伦决定再给他一周时间 如果一直颗粒无收的话 就把捕鱼陷井扔到深水区 今天就只能吃素海鲜充鸡了 岛上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一度 沙姆每天都坚持查看捕蜀陷阱 这次总算打破了空军的记录 可以看到尾巴还露在外面 对沙姆来说这是巨大的胜利 必须给大家展示一下战果才行 一转眼老鼠就被扒了个金光 不得不说这玩意儿是真的小 感觉还不如艾伦的塑料瓶 随便捉点小鱼都比老鼠肉多 放进锅里煎炸之后更小了 沙姆小心翼翼享用起来 这点肉本来可以一口搞定 但为了欺骗胃 他只能慢点吃 山姆说这段时间瘦了很多 相信老婆应该会很高兴 镜头来到卢卡斯这边 为了方便获取更多资源 他决定把营地搬迁到海边 建一个蒙古包样式的海警坊 理由是海里一年到头都有鱼 林子里出了黑熊只有狼群 查一听这话非常有道理 可是在挑战中期大秀基建 不是酒足饭饱没事干 就是费尽体力早滚蛋 搬家可没有造船轻松 不仅费体力还有点费命 为了避免屋顶的树枝掉落 只能先让他提前打自己一下 清理完场地 接下来开始打桩 这活放在半个月前很轻松 如今身体机能早已亏虚 干不了几分钟就气喘吁吁 就这样斜斜听听一直到天黑 蒙古包的基础框架都没做出来 今晚只能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当前气温降到了零下几度 卢卡斯躲在睡袋里瑟瑟发抖 不知道这个决策是否正确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山姆这边飘起了零星小雪 无数陷阱给他带来收获之后 又在营地附近加装了几个 是时候看看收成咋样了 第一个陷阱稳如老狗 第二个虽然被处罚 可惜是炸虎 第三个总该有了吧 掀开尸板果然有只薯片 山姆高兴的嘴都要裂开了 昨天刚吃过煎炸小老鼠 今天他决定换换口味 据说这玩意儿并不难吃 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经验的小伙伴出来科普一下 老规矩 肉虽然不够塞牙缝 但吃慢点应该能欺骗味 卢卡斯昨晚是真的冻坏了 今天说啥也得把蒙古包建出来 周围的一圈木桩已经固定结实 外面包裹一层帆布充当墙壁 就可以在室内建造壁炉了 为了防止蒙古包着火 卢卡斯特意摆了一层石头 不仅防火 还能有效折射热量 壁炉搞定后 接下来是封顶 先用木棍搭出锥形结构 再用防水布包裹岩式 丛林把蒙古包就搞定了 只是这排烟效果有点拉胯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熏肉房 岛上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九度 艾伦只是到海边看了下刺网 手脚就被冻得差点失去知觉 岛上的一切全都银桩素果 行走在草地上咔咔作响 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合外出 所以他决定狗在庇护所烤火 想不到冬天会来的如此突然 选手们的庇护所实在简陋 接下来环境越来越恶劣 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艾伦的刺网又捉到东西了 距离50万美金又进了一步 这条鱼虽然没有之前的狗鱼大 但相比吃老鼠吃海草的选手 已经是大牢中的佼佼者了 何况今天还有意外收获 如果说一条鱼能吃上三天 这只野鸭也能提供三天能量 不过以本季选什么的尿性 应该没有人能储备粮食 不被饿死就已经万幸了 镜头上的积血处理干净后 一锅海鲜大餐也已处理完成 考虑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艾伦还加了一些海白菜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34天 米奇的刺网不是搞丢了吗 他决定制作夜绳钓后续食物 目前也只有这种方法靠谱一点 因为林子里根本看不到动物 带的那把弓箭早就发霉了 计算好潮水的起落水位 米奇先在地面定两根木桩 接着在木桩之间绑一根主线 就可以往上面固定紫线了 鱼儿的话可以就地取材 贝壳里的嫩肉用来挂钩 剩下的碎渣可以用来打锅 别看现在鱼钩还处在水面上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潮水淹没 至于这四个鱼钩能否种鱼 只能交给时间和运气了 后面来到鲁卡斯这边 几天前他就做了夜绳钓 目前已经成功钓到了大鱼 由于他的钓线投放在深水区 所以风浪越大鲁卡斯就越担心 查看钓线时果然发现了异常 等他赶到后已经为时一弯 钓的鱼已经被鲁茨吃了 不过鲁茨被缠在了鱼线上 说他钓了只大鸟应该没毛病 鲁卡斯表示这种肉并不好吃 但即使给鲁茨做手术的话 里面的鱼应该不会变味 鲁卡斯给他做完剖腹铲后 查看有没有寄生虫可以理解 但是把翅膀扔掉就令人费解了 我记得它们不是不吃内脏吗 回到庇护所赶紧起锅烧火 扣完脚 肉也刚好煎熟 这时候品尝简直不要太香 干煎鲁茨硬是吃出了牛排味 配上一条轻微石斧的海鱼 又有信心生存到最后了 挑战进行到第35天 米奇昨天下的钓鱼装置 是时候检查有没有种鱼了 往常这个时候潮水已经退去 今天的水位却高了一米多 考虑到当前的气温很低 冒险下水显然是不可取的 米奇只好坐在岸边等退潮 这一等不要紧 潮水没下去 孤独寂寞冷却涌上心头 想到家里的妻子和女儿 米奇的内心迷茫了 沙姆的心态也有点小崩 挑战初期感觉这里还挺好 如今除了饥饿只剩下孤独 这里的一切让他很厌恶 唯独对孕期的怀念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对着摄像机一顿深情表白 听得我都替他感到害臊 雨水恰巧勾起了香愁 沙姆的眼泪不停往下流 退出比赛只需一个好理由 艾伦这边总算有了镜头 自从他收获鱼鸦之后 就一直苟在庇护所 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 卢卡斯这边还算积极 查看钓鱼装置没有收获 就想着回家玩晒下庇护所 他在屋顶开了孔优化排烟 又想做个散型遮罩防水 他还想做个蟹龙补蟹 结果动手时思想却跑偏了 现在他只想做一把木吉他 而且是开始就停不下来那种 从傍晚一直忙到晚上九点 基础木料总算做了出来 接下来是中空发音区和纸板 悄悄打打直到第二天早上 吉他的出行才显现出来 白天做出各种零部件 晚上装配琴弦示音 连轴转了三十多个小时 终于达到了理想中的模样 效果还不能及时给大家展示 因为再不睡觉可能会猝死 时间来到第三十七天清晨 营地内传出了动听的歌声 我能感受到他的孤独和凄凉 能感受到他的心酸和无助 能感受到他快扛不住了 生存挑战来到第三十八天 山姆应该是吃老鼠吃腻了 决定带着弓箭到林子里打野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用弓箭 我想应该是猎物太少了 忘记学手吃完驼鹿吃豪牛 这一集连松鼠和兔子都看不到 只有黑熊 狼群和美洲狮 好不容易蹲到一只松鼠 结果只是吓了他一跳 好吧 还不如在家里狗着 要不是陷阱捉了一只老鼠 今天就只能接着吃草了 艾伦绝对是个大奇葩 几天前吃了顿鱼鸭大餐 就一直躺在庇护所里避骨 要不是恶蒙圈了 他还能躺 最近这几天总是半夜退潮 所以一直没去查看刺网 白天水太深 即使有鱼 他也不敢冒险聚取 今天他打算四处逛逛 看能不能捉几只鼻涕虫 实在找不到煮点树皮也行 结果在林子里转了半天 他又吃了一肚子海草 不管了 回家接着躺 镜头来到卢卡斯这边 他已经活成了荒野歌手 自从有了吉他就彻底颓废 回顾参赛以来建的三个房子 相比其他人简直好太多了 而且造的小船也很给力 利用他不仅挖了很多蛤蜊 还可以滑到深水区钓鱼 明明有拿冠军的潜质 却偏偏有颗林黛玉的心 再加上这几天熬夜做乐器 本就虚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现在已经到了身心俱疲的地步 天天以泪洗面 怕是扛不住了 果然 在第39天的时候 卢卡斯选择了棋菜 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烂 要我说没事少折腾 多出海 即使深水区钓不到大鱼 多挖点蛤蜊也够吃的 随着卢卡斯的离开 场上只剩下三名选手 艾伦实在是躺不下去了 他得看一下刺网有没有收获 结果来到岸边一看 还没退潮 看来今天只能接着吃草了 不得不说 他的牙口确实好 无论是海藻海带还是鼻涕虫 到他嘴里都能吃出肉的感觉 吃饱喝足 接着回家躺去了 镜头来到米奇这边 他居然发现一只死海塔 这玩意儿岛上有三千多只 难免有想不开做傻事的 米奇赶紧把他带回家 先不考虑他杀还是自杀 至少表面看起来是新鲜的 如果吃下去没有出问题 绝对可以逆风翻盘 按理说遇到这种好事 应该兴奋到睡不着才对 米奇却突然满脸愁容 可能是海塔的死亡 让他想起了家中的母亲 残赛前母亲被诊断出脑癌 医生说快择几个月 慢择一年 自己不在家好好伺候母亲 却跑出来参加荒野求生 越想自己越不是东西 生存挑战来到第42天了 艾伦已经很久没看刺网了 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看看情况 不得不说 他的刺网确实争气 每次捉到的品种都不一样 考虑到营地的篝火容易熄灭 处理好鱼肉赶紧往营地跑 结果还是来晚了一步 艾伦立即展开抢救 费了老大劲才重新点燃 天柴家伙炖了一段时间后 风鱼吃上了久违的蛋白质 为了避免引来猎食动物 他从不在庇护所干饭 因此还特意建了个厨房 不知道是废弃了还是怎样 今天非要就着雨水吃饭 原本狗在家里没理由 现在是吃饱喝足加下雨 根本找不到理由出庇护所 中途除了喝水排水动一下 谁都不能把他和床分开 山姆这边和他不分伯种 宁愿躺在床上挨饿发牢骚 也不愿出去找点蛤蜊吃 节目组和我都快疯了 根本没有镜头可见 换面回到米奇这边 他虽然捡了一只海塔 却因思念母亲身心俱疲 劈柴的时候差点喘不上气 想到母亲已经时日无作 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他不想为了钱 错过母亲最后的人生 经过这几天的思想斗争 米奇最终下定决心棄赛了 正所谓疏于静而风不值 子欲养而亲不淡 钱再多也比不上家人的陪伴 米奇离开后只上下山姆和艾伦 今天是挑战的第45天 岛上再次掀起了狂风巨浪 山姆的庇护所随时准备起飞 这种天气经常会持续十几天 趁此良机他得喝点西北风 否则捕鼠陷阱支不起来 也不敢冒险去岸边吃海草 就只能和庇护所比翼双飞了 风平浪静时艾伦都不出去 现在这种情况就更加狗了 前两天刚吃过鱼肉大餐 现在喝水都不带出去的 外边放个锅直接满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节目组也没有素材可见 二人就这样一直狗在家里 时间线很快来到了第52天 狂风暴雨依旧没有停歇 山姆吃了啥不清楚 反正艾伦是靠真气吊着 记得刚来时他还是个胖子 50天后直接瘦成了闪电 从最初吃各种海草和冒被 后来连鼻涕虫都不放过 终于在刺网的加持下 火石开始渐渐好转 狗鱼 挤脚鲨 还有野鸭 每次都能捉到不同的品种 用矿泉水瓶捉过很多小鱼 用藤腕编织过捕鱼陷阱 可能是一直捉不到鱼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 而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 主要还是采用了避骨大法 每次饱餐后避躺好几天 挑战进行到第54天 山姆的庇护所立体受敌 最近三天他都没怎么睡觉 因为防水布实在是太小了 来的时候囤了一身脂肪 如今也瘦成了皮包骨 山姆这货是出了名的狗 相信看过第五季的都知道 别人三天饿九顿 他能饿十顿 开局到现在别说大吃大喝 室外的镜头都很少看到 这些天最高光的时刻 就属那条大狗鱼了 不知道哪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吃的 能躺就绝对不拍素材 我要是主办房必须扣钱 后面吃过一些聚枣和螃蟹 就一直涉陷井抓老鼠吃 小伙子虽然特别能扛 但是堪特的精神状态 第五十五天风浪终于停息 节目组的小船过来接人了 不出所料 山姆选择了退赛 持续十来天的恶劣天气 彻底把他干崩溃了 这十来天吃的啥 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光靠喝水显然行不通 我猜肯定带了应急口粮 五十万美金虽然很诱人 但相比健康来说 一文不值 现在他只想回家见孕妻 做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至此 本季冠军诞生 但节目组不会通知艾伦 他的生活依旧和往常一样 第五十六天 艾伦终于狗不住了 来到林子里到处找东西吃 雨后鼻涕虫全都出来了 而且个头一个鼻个大 很快就收获了第一只 接着是第二只 迪恩只 看来岛上并不缺食物 缺的是不挑食的人 回到营地 艾伦赶紧开竹 看他狼吞虎咽吃得那么香 宝子们是不是也想尝尝鲜 我奉劝你们想想就行 吃饱喝足刷好锅 节目组终于来接人了 不过是打着体检的命 面不改色给艾伦做完体检 发现他身上除了肉太少 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 于是问艾伦还能扛多久 艾伦表示能扛到奖金到手 节目组听完告诉他 艾伦狂喜忠略带一丝羞涩 口若悬合的他竟然一时雨色 刮了一会儿 艾伦突然来了句 要不我们把房子点了 你们肯定带得有打火机 此时妻子从背后走了出来 二人抱在一起较量一番 艾伦把媳妇带进屋里 给他看了看日历棒 媳妇也拿出一个信封 让艾伦猜猜里面装的啥 是不是烟运棒 这句话可不是我瞎编的 艾伦当真是这么问的 拆开一看 是50万美金支票 两人开始商量钱该怎么花 至此荒野独居第一季杀青 传言有选手被黑熊吃了 纯属他人制造噱头 说实话 我一直都不信 好了 终于把坑填满了 接下来更点啥呢 谢谢大家